观点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允 首先带您看到美国总统大选落幕 川普将重返白宫取得完全执政 全球半导体版图如何变动受到瞩目 下个月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将举行4奈米制成的完工典礼 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萌 与辉达等合作伙伴都可能会出席 另外前后任总统拜登与川普 也有望一起献身 台积电显眼的logo 位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 敲定在12月举行完工典礼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台积电创办员张周萌 以及苹果辉达资金长渴望出席 而新厂预计2025年开启量产4奈米晶片 正式开启台积电先进制成 海外先产的新业 海外首座先进制成12寸厂采超大型晶圆厂设计 FAP21厂首币头片客户正式苹果 A16处理器已经开始少量生产 分析认为除了目前台积宣布的P1到P3厂 也保留规划P4到P6的扩充准备 这一次完工典礼的时间点 恰巧落在美国大选之后 分析认为不管是川普或是贺锦丽当选 一整串半导体供应链 全部都要响应制造业重回美国的政策 消息人士透露 张周萌已经下达指示 要求经营团队做好万全准备 因为台积电的成功 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 军家逼真之地 真正的成为病家逼真之地 台积电正扮演半导体战略制高点的角色 市场预料台积电有可能送给美国新任总统 一份扩大美国投资的大领 扩建第四场 后续动向市场高度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魔罩庭域 整理报道 川普将重返白宫 外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赶在日内 加速晶片法案拨款进度 而台积电本周发声明表示 在美国建厂的计划维持不变 台积电美国亚利萨纳周厂12月举行完工典礼 随着川普宣布当选 外界聚焦晶片法案是否申变 外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抢在日内加速拨款 台积电有望取得66亿美元补贴 50亿美元贷款 有外媒认为 川普不太可能在日内完全撤销晶片法案 台积电也声明 在美国建厂计划维持不变 股价文讯大涨 在美国亚利萨纳那边第二场第三场等等 那些开工的一些蓝图跟计划 可能有在扩大的一个现象 那个完全来讲说是对于川普而言 是他的实证上一个credit 因为川普任务的时候 推动这个台积电去亚利萨纳设厂 所以我不见得不见得真的会取消了 那他为了要他这个先进制程 这个飞弹啊 这些军工武器能自主 很可能让这个有垄断实力的台积电 到美国设厂 有点额外的不足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别人先明指出 2018年台湾开始大量投资成长 就是受惠川普政策 拜登主导的小院高墙 有岸外包都是延续相关思维 针对一些特殊的战略性产业 川普会做的是大院高墙 迫使这些出口的国家 其实来跟美国谈 我们把很多供应链移转到东南亚 移转到从中国移转到东南亚 从中国移转到墨西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我们还要再进行 第二次的供应链移转 台湾的供应链这么完整 石化钢铁 资讯电子的半导体 所以我用一句英文就是 We can enable America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就说美国要再共化 一定要台湾的协助 选转预计未来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加速 美国税制 贸易 投资 出口法规 必须密切关注 避免误触禁区 新代电视林嘉文 沈未同 台湾台北报道 川普将重返白宫 台湾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 台美经贸关系互补 不过在台积电先进制成的部分 郭志辉说 台湾有技术保护法的规定 目前二奈米还不能去国外生产 美国大选持续开票中 外界高度关注新任总统上任 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以及针对台厂半导体的策略 对此台湾经济部长郭志辉 周三在立院备巡时表示 台美经贸关系互补 不论谁当选都对台积电有利 这个是七奈米以下的制程 几乎它是一人五零 所以你再怎么限制 都没有办法限制它的发展 因为市场有强烈的需求 不管这个美国的新的总统是谁 应该都会在 开创出来这个条件 是对台积电最有利 他收保护黑 受到伤害的是Apple NVIDIA AMD Intel 这些国际大厂 所以川普是生意人 他不至于去收保护会 造成他美国产品 受到更高的成本 涨价出来 美国大选牵动世界局势 台湾产业大佬 预创董事长卢超群认为 需要两个季度 来观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而台湾要做的 就是面对不同变化 找出自己的路 我认为台湾是谨慎的乐观 往前靠自己的实力迈进 不管是哪一个总统当选 他的这个 从过去十年吧 这个趋势是继续发展 什么趋势呢 就是自由民主 而台湾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种自由民主里面 又得到了半导体的实力 又来了AI的时代 非靠半导体不可 面对美国大选 卢超群谨慎乐观 并提到台湾已是十大科技国之一 要用自己的长处 在世界上不断结盟 做出好的表现 新唐人演的电视 程慧摩曾欣敏 台湾台北报道 好半导体建的聚焦川普效应 PSIA理事长 台积电自身副总 统计共同营长胡友琴说 美台合作关系会持续 他还提出四大方向建言 台湾半导体协会举办年度大会 2024年台湾半导体产值 将冲上5.3兆元新台币 成长22% 延续全球晶圆制作 封装测试全球第一 IC设计全球第二的地位 面对美国大选底地 业界聚焦川普效应 过去台湾跟美国在几十年来 有很好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想说 这个关系从大方向来看 会持续下去 不会因为选举的变更 而有任何的改变 那至于说合作上的细节 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等到细节确定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台积电美国亚利萨纳州厂房 12月正式完工 业界盛传2奈米可能提前赴美 台积电明显成为全球兵家 必争之地 关税问题 目前我们并没有接到 正式的通知 我们也不知道细节如何 但是我想说 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 能做的就是说 现在把我们做得更强 把我们做得更广 然后把我们能够跟 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生态链 紧紧的连在一起 DSIA理事长侯永清表示 台湾半导体产业 在世界扮演的角色 异形重要 必须加快脚步 承担责任 提出四大建议 持续投入研发 确保台湾在全球 半导体产业领先地位 对外加强 与全世界合作 供应链触角 从既有制造 封测设计 更应延伸到设备 明年更考虑纳入材料端 目前从整个会员公司的回馈来说 感觉上明年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年 应该会比今年来好 来看得来好 整体来说 明年应该会是一个比今年还要好的年 关税的事情我想也是一视同仁 不会说单子某个公司 你要缴税 其他不用缴税 台湾 泰国 美国 欧洲 事实上都有产 所以其实我们的因应来讲 其实是比较游刃有余的 因应美国新政 广达表态早已多元布局 未来会是客户需求 弹心调整各厂产能 持续在美国扩产 美国新政带来全新气象 产业界也正寻找新机会 新唐人改静电视 林修夏审美彤 台湾新竹报导 好 美国将应来川普新政府 加世达集团董事长 陈祈宏表示 已随时做好准备 另外他也看好旗下 意料失业体在2025年的表现 冲击就如预期的会蛮大 那通常就是做到做到 美国总统大选 关键选票陆续开出 川普将毫无悬念 重返白宫 不过川普提出的 保护美国主义 加征关税政策 使得全球产业界将迎来新变革 加世达集团董事长 陈祈宏表示 其实早就看到有这样的趋势 已扩大在越南跟台湾的布局 集团在美国南加州有地 北加州也有小型生产线 随时做好因应 地也都可以再扩大 只是说未必要我们也不需要去 因为那边的人工还是贵 我坦白讲 各位看看台积电的过程就知道 人材不好找 人工不好找 这是事实 那真的假如说 政策到时候需要做配合的时候 我们也都有很多套剧本 会来应用 大量生产的来讲 它不是只有制造这么简单 还有扫牌犬 所有东西到美国生产的时候 它的价格又是什么价格 其实这个不是谁喊要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 没那么简单 所以也不是说 它征税我们就一定要到美国去 不见得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自行宣布当选后 欧洲主要国家股市开盘上涨 美元对英镑和欧元的汇率大幅攀升 未来全球经济走向 有哪些变化 陈祈宏提出观察 经济面的角度 应该是比较正面 大家必须要 且站且走 到时候看看最后的 这个平衡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 比较能够知道 最终的经济状况会如何 总而来讲 美国应该是会更好 那其他国家 大家怎么样去应应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 回到本业 加世达集团第三季合并营收508亿元 激增百分之二 营业毛利率百分之十六点八 连续六季突破百分之十六 创下二十年单季新高 陈祈宏对接下来的营运表现 很有信心 AI方面 陈祈宏强调以落地应用为主 像是机器人 无人机等相关AI应用的展现 集团不会缺席 新唐亚特电视 持千里里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那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播 川普再涨白宫 美股大涨庆贺 几位科技业大咖 从亚马逊创办员兼董事长贝佐斯 到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美塔执行长祖克博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 与字母执行长提加 大家都在第一时间发文祝贺 有中国媒体报导指出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已经向目前所有中国 AI晶片客户 发送正式电子邮件 宣布从11月11号开始 暂停向中国的AI GPU客户 供应所有7nm 及更先进制程技术 而台积电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原因是来自于 美国商务部的下令 不过至今为止 美国商务部 还没有公布正式消息 威达在川普赢得 总统大选之后 国家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刷新历史 收盘新高 成为史上首家市值超过 3.6兆美元的企业 执行长黄仁勋指出 辉达有望在某种程度上 超越普尔定律曲线 台积电创办员张忠谋 自传下册将在11月29号上市 根据取得自传授权的出版社 揭露部分内容指出 张忠谋曾征询过 辉达创办员黄仁勋 是否有意接下台积电执行长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好 美超微风暴 一波未平一波又齿 是想关注美超微 能否安全下庄 更长期的新闻内容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AI供应链之一的美超微 上周开始传出一系列财报危机 安永会计事务所辞任会计审查业务之后 美超微公司面临严峻挑战 本周创办员梁静后亲上火线 澄清与辉达的关系不变 不过关键的年报问题 何时会提交还不确定 美超微执行长梁静后去年与辉达执行长 黄仁勋一同大谈AI产业趋势 各传出机身重要供应商 但到了今年坏消息接连不断 美超微五号公布 未经会计师看过的财报 Q1获利明显不如预期 第二季销售额预估仅介于55亿至61亿美元 也大幅低于市场预估 毛利率仅约13.3% 尤其关键的年报提交时间 依旧无法确定 You know, we're diligently looking to replace the audito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ndeed, we're asking in VTI every day So, I hope their production can go smooth and go for high volume very soon And once they have a chip available our solution are fully ready So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m very closely That's really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they've got to solve quickly We don't have any evidence either way What we do see is a really strong growth component There might still be a reason to own this particular stock Or it could end up being really really bad If it gets delisted I don't think Supermicro wants that to happen It doesn't benefit them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上周辞任 根据财报与媒体报道 至少两位梁家亲戚在美超委工作 梁建后与兄弟梁建发的大讯集团 梁建达主长的肯为科技 彼此业务往来复杂 多达上千万货款尚未结清 关系人交易借款情况 也很乱 聊天后写下公开信 对外抨击事件主因是做空机构 试图放空公司股票 宣传各种虚假内容 损害股东权益 美超委公司声明 特别委员会正在建议公司 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加强内部治理 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以维持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地位 美超委年报最后交建期限 十一月十六号 如果未能上传 可能面临下市命运 法事会并未给出外界满意答案 盘虎股价再度重挫百分之十六 占收二十七点七零美元 新台记事持千里沈为童 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AI晶片大厂挥达 早上SK海力士与台积电 共同合作 下一世代AI平台Rubin 传出将提前问世 SK集团会长崔泰源透露 第四代高频宽 机体产品 黄仁勋要求提前拜年交货 那韩SK集团四号首度召开SKAI峰会 邀请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他今天总裁魏哲家视讯演说 SK会长崔泰源透露 第四代高频宽机体晶片 原定二零二五下半年供应 回答要求之下 供货时辰整整提前半年 SK和NVIDIA TSMC 全世界AI发展为 会答下一世代AI晶片平台Rubin 有望提前问世 反映产业需求又快又急 SK海力市今年六月就宣布 二零二六年前将投资八十兆韩元 约五百八十四亿美元 发展AI晶片技术 演讲时也预告 二零二五年对客户提供 十六层HBM三一样品 依照最新Blackwell平台 GB200高阶机柜 平均要价三百万美元 约新台币九千六百万 Rubin算力将更为强大 价格可能冲破新台币一亿元大关 关键高阶晶片少不了晶圆代工龙头 台积电的支持 微帖分析 NVIDIA左用SK海力市 右用台积电形成三强联手 SK集团就表示 将与两家晶片巨头 洗手打造全球AI产业供应链 新大件事经验审慕同 台湾韩国综合报道 好 晶圆代工大厂 世界先进第三季营运能表现优于预期 董事长方略透露 有望在化合物半导体开出好成绩 社会晶圆出货量 驾动率回升 台湾晶圆代工厂 世界先进第三季获利双生 合并营收年增百分之十一点八一 税后建立年增百分之三十一点一六 美股盈于1.29元 创下今年高点 并二度上修资本支出 世界先进九月大动作 赤资24.8亿元 取得13%汉累科技股权 成为最大单一股东 就是加速碳化系技术布局 有别外界担心供过于求 世界先进反认为是切入良机 世界先进也准备在化合物半导体 也要有一个完整的布局 现在超级货呢 因为产能都开出来了 所以价钱大幅的下降呢 在这一部分呢 反而造成这个运用端呢 有更多的机会 制成技术这一块呢 这一块并没有所谓的产能过剩 我们都充满了信心 那我们我们预计这个量产的时间 大概是在2026年下半年 高层认为双方合作是天作之和 碳化系8寸晶圆制造 最快2026年量产 此外淡化家方面 世界先进今年已经出货 数百片晶圆 明年还将大幅放量 台上周焰新南海 世界先进董事会4号公告拍板 购置8寸与12寸厂设备 共砸下253亿 进一步扩大投资 新唐人亚的电视 王冠林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年度网络购物活动双十一档期到来 台湾电商积极备战 王家今年就投入上一资金促销 力求买气更胜以往 尤其统一集团宣布入股三成 网家执行长张瑜伸也看好双方未来合作 电商年度最大档期双十一 台湾电商平台网络家庭这回祭出最杀优惠 投入上亿元促销 有助提升第四季买气表现更胜以往 跟过去相比 民众消费形态也有了改变 消费者可能有更多的spending是花费在可能出国或旅游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走向户外重视健康跟疗愈生活这三个主轴 今年双十一三大电商平台有备而来 某某购物网活动为期十三天 组队购物最高赚六千元某币回馈 全占88折优惠券 日常用品3C等产品最高折底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 PC后主打3C与百货类商品下单登记送三百pb 全占加码4%pb回馈 搭配银行优惠最高回馈率上看百分之三十八 每商库棚满千元折价两百元 宠物商品家电每桩用品最低28折起跳 挑战市场最低价 希望在双十一的这个档期 把年度最深的优惠跟折扣全部提供给消费者 我们会更深根本地的服务 然后提高消费者购物的信赖感 而积极市场焦点就在统一集团入股PC后 持股多达三成 外传董事长罗志仙着眼全通路 有意整合线上线下优势 强化电商布局 跟统一的这个合作 因为我们12月中还有临时的股东会 所以要等股东会经过之后才会定案 那还是长线看好台湾电商的发展 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交易 能够充实我们的营运资金 让我们做更中长期的一个规划 富爸爸统一将进驻成为最大法人股东 外界预料有助缓解网加 长期以来的价格占压力 外界聚焦能否擦出全新火花 带来营运新气象 新单级支持建立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好的 你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